很大的很大,什么菜籽油啊,什么肉啊,这都是九牛一毛的,这都是小东西啊,很多更多的东西,中国和加拿大依然在很多的贸易啊,包括加拿大的木头,加拿大的木材啊,包括加拿大的很多高科技的一些东西,中国都在使用啊,这也是,当年朱镕基总理来到加拿大参观的时候啊,访问的时候,他参观了一家公堂,就是广德利尔的桃花迪,参观完之后,他回到了北京,朱镕基总理回到北京之后, 北京的地铁现在用的全都是庞巴迪的轨道技术,你从T3,北京首都国际机场,T3航站楼出来的时候,你需要坐一个火车才能到达你去行李的地方,那个火车一进门一上去,写着几个大词就叫庞巴迪,这是加拿大的,所以朱镕基总理回国之后,才有了北京的地铁系统的轨道啊,变成庞巴迪了,才有了中国的动车系统, 才有了下面的高铁,所以江湾实际上发明了很多东西啊,但是这个都是在东部,西部有什么,地铁系统又什么,除了这些水果啊,就是树,什么都没有啊,就是一天到晚,就是很多中国华人都不上班啊, 所以这个,尤其在列治文啊,我们华人尤其是那个样子,很多人在这里啊,这个也不工作啊,对社会的奉献迷隶啊,然后还要吃那边的福利啊,然后这个, 因为怎样讲啊,然后就在一天天没事人中呢,闲机无聊者,就惹事生非啊,所以这个风气也不对,什么叫惹事生非啊,都是那种啊,不好意思说的啊,很多人在温哥华居住的时间久,你会发现华人这个圈子,温哥华的华人太砸了啊,这个地方有一些人,你一辈子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,你在国内的话,你是不会接触得到的啊, 不管是这个,打一个比方啊,你在一个单位上班,你可能一辈子不会接触到餐厅里洗碗的,扫大街的,你可能不会接触到啊,那我没有别的意思啊,但是你也可能不会接触到,全部一间层,你永远不会接触到啊,所以你永远在自己的固有的那个圈子里面,你会如鱼得水,但是到了温哥华之后,就,你跟各种人的打交道啊,你一天要见很多面啊,然后,可能你的邻居,哎,洗碗公开也能开得起奔驰啊,对不对啊,这个可能,所以你在跟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, 你有很多的思维的碰撞,你会发现,隔隔不住啊,这个,大家的人生观,三块不同啊,人生观,世界观,很多的都不一样啊,所以就变成了,温哥华这个地方有很多很,沃脱的事啊,很沃脱的故事比较多,所以慢慢的人口结构不健康啊,所以温哥华,慢慢把人都搬走了吧,就是这个道理,但是你要搬,你要这个,真的大学生的话,大学生毕业的话,我叫你去东路, 知识青年到东部去,这个东部的机会更多,江南大所有的金融的金融东西在东部啊,然后这个,制造业在东部,高科技的东西在东部啊,包括这个矿业啊,矿业当然在东部,在东部,北部比较多,地水上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,所以这是, 我跟大家讲一讲啊,温哥华人和江南其他人也不一样啊,然后前面我们过了这一个像隧道一样的东西啊,这个是什么用的呢,这个叫什么呢,这个英文叫Snow Sim,这是,这是, 左边的山上啊,在冬天有积雪的时候,会发生雪崩,雪崩的话就会把这条公路给埋起来,那为了阻止这个雪崩把公路埋起来的啊,这种情况呢,或者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,就修了这么一个东西,我们叫雪崩, 啊,就刚刚那个东西是,这个雪,雪崩下来的时候,就直接掉到下面去,但是即便是这样,那我们,即便是这样啊,我们这个,直播,现场直播,即便是这样啊,这个依然啊,有这个冬天有雪崩的危险啊,这个如果大家今天山上游户,直接上游户啊,如果你往右边看的话,如果你往右边看,你会看见这个树林当中啊,突然这个,有一条就是突的,没有, 树,然后那个就叫雪崩道,雪崩带的雪,雪崩的时候把树全都得冲倒了,然后就形成了一条像隔离带一样的,在树林里边啊,这个,我们讲这个雪崩带啊,和这个山火有一起同工的一种作用啊,在这个森林里边,嗯,等一会儿啊,有很多的,你看啊,你看,右边这个叫雪崩带了,雪崩之后,把树都给冲倒之后,树就没了,然后地上它长出这种蕨类植物来长出, 长出草来了啊,这个,把这个树林的隔开两段啊,这种就是,对,这个,先待不住,在每年的这条路啊,在每年的四月份,五月份的时候,雪崩高发期,积雪在慢慢融化的过程当中,是非常容易发生雪崩的,还有泥石流啊,特别的多啊,这个山里面,尤其气候也多变,只有这种情况发生,那现在的雪差不多化光了,现在已经七月份啊, 这个,到我们洛基山拜,大家就可以看得到雪崩,今天晚上,大家已经在